那么欢迎大家到有看头加上去订阅杨勇的课程 稍后也来看看今天的警卫嘉宾对于接下来的市场如何研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日故事由老奉祥特别呈现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老奉祥冠名播出的今日故事 我是李琴在上海文化各位 今天的市场我们看到是一个全线大涨的局面 不管是上阵指数一或是其他的几个指数 尤其是前期比较弱的上阵50指数 今天也是呈现出了一个放量上涨的局面 其实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 就昨天这个市场 整个市场的赚钱项目其实也在50%左右 但是为什么大家好像感受到的情绪非常低迷呢 因为昨天的这些很多的权重股 或者说一些权重类的指数还在创出新跌 当然昨天也是三季报最后一天在市场当中去释放风险的 所以我们昨天也说到了 是不是昨天的这个市场已经把很多的风险真正的释放完毕了 那么今天市场呢虽然说在盘中是有一些消息面的催化 但是这个反弹毕竟是呈现出来了 有没有空间有没有持续性 稍后来听一听几位嘉宾的分享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表现情况 上涨指数今天呢是大涨了2.62% 成交量方面呢也是明显放量 今天呢护士单边达到了4310亿 收盘点位是在2969点 在创业板这边呢今天是大涨3.2% 而且之前的那个跳空缺口 就上周五的那个缺口也回不掉了 成交量方面是1951亿 上涨五零今天是大涨了4.39% 成交量方面也是明显放量 达到了969亿 科创五零是因为前期相对比较强 所以今天的涨幅相较于其他几个指数 是没有那么的明显 今天科创五零指数是1.41%的涨幅 成交量呢也并没有明显的放量 再来看一下中正五百2.31%的涨幅 中正一千二点三四 国债两千二点五亿的涨幅 还是一个比较平均的涨幅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上正五零今天是大涨超过4% 全面的反弹能不能展开 这是前期最弱的一个指数 今天终于呈现出了大涨的局面 欢迎大家到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 来参与互动参与投票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在演播室请到的三位嘉宾 分别是边虹伟 钟林英 还有杨勇 欢迎三位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各大指数 还有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情况 指数层面今天全线是红盘报收 我们来看一下成交量 今天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放量 已经接近万亿了 三市的成交额是达到了9783亿 市场回忆度 涨停加速82加 跌停加速2加 在ST个股方面是期值涨停 没有跌停的个股 赚钱效益今天非常高 达到了90% 所以今天可以算是一个指数和个股 共振普涨的一天 那接下来咱们来讨论一下 首先是指数的这个空间 反弹有没有延续性 对吧 今天的这根阳性的性质 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听听几位嘉宾的观点 边老师怎么看 今天这个时间很重要 11月1号 刚才李廷也提到了 正好是三季报出完 三季报出完以后 到年报的时间会比较长 理论上说年报要在2 3月份以后 才会逐步展开 密集的在4月份 预告我估计最快要在12月中讯左右 也就是说从现在到12月中讯 整体市场是一个真空期 这一波下跌的主要的内外两因 外部是美联储的加息 明天晚上美联储加息落定 我觉得也算外部的一个利空逐步落地 再下一次的加息要到12月中了 所以也是一段真空期 内部主要是由于反复疫情以后 导致了上市公司的业绩的这种滑坡 那么到昨天我们看到 这个公布的偏埋数据 今天公布的 其实也是弱于预期 但也算是释放 所以从整个基本面来看 我觉得至少今天的这个阳线 预示这市场会有一段 比较好的反弹修复器 空间可能要走一步看一步 我说空间走一步看两个方向吧 一个是看我们的港股 因为这一波如果是低估值 接下来要走一段的话 必须要港股引领 因为港股比我们便宜很多 如果港股不带动 你脱节的走很难 那么内部呢 当然就是前期其实已经 主线已经出来了 就是医疗和性创 这两个主线我觉得是以 油资和私募为主 之后部分机构参与 我觉得时间是有的 大概要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我觉得比较保守的话 可能会走得更长一点 那么从整个盘面来看 我觉得几个方向 除此之外 我觉得我们要进一步地 观察几个方向 一个是北上 这一波北上吐得很厉害 就大量地卖出 今天北上是回流 回流幅度不算大 如果北上能够持续地回流 那么我觉得市场的空间 就会更大了 就会更大 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一波 在调整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最后一段的杀跌 先是消费 白酒 连续杀跌 茅台为首 第二个是地产产业链 然后大家看是四大行 昨天前天 大家看一下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的走势 这种走势是 在历史上极为罕见的 连续地在低位破位下杀 同时港股那边也做出反应 我觉得差不多了 我觉得差不多 昨天和前天两天 其实我在朋友圈里面 当时跟一些朋友聊 我说我是感觉到市场有恐慌的成分 虽然市场很格列 但是这种权重股的下跌到最后 因为金融地产 包括一些消费类的股票 他们的分红率是比较高的 他们这种下跌 其实是一定有一些被动的原因 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 还是两融 都一定有被动的沙盘 这种沙盘 我觉得差不多 再加上今天这跟大阳线的放量 我觉得市场阶段性的底部 基本上确立了 只是接下来市场的 比如反弹的空间 或者说上涨的节奏 这个要边走边看 但是趋势暂时是扭转了下跌趋势了 是吗 好 我们再来听听钟灵 怎么看 是不是能够上升指数 重新回到三经典之上 对后市你是怎么判断的 我觉得是有这个概率的 从今天来看的话 市场是受到了这个消息面的提振 那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普涨 那么今天的指数应该是离 这个10月28号向下的跳空缺口 仅仅还有十几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我们也看到是从去年底 3678以来 其实市场的这样的一波下跌呢 过程当中已经出现了 四个向下跳空的这样的一个缺口 那么这个时间间隔呢 是后续呢 也是越来越短 那么这个幅度呢 也是频率也在加快 那么在第四个跳空缺口的时候 已经能明显感觉到 其实这个整个市场的情绪呢 已经是非常的低迷了 那么所谓的一鼓作气 再摔三而结 那么第四个跳空缺口这边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上证指数 这个历史上以来 其实在K线上 越K线上连续出现四次这样的一个收音 那么11月份呢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月 已经是第五个月了 已经是个新的开始了 本月开始新的开始 那么今天市场出现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话 其实在情绪面上 是能够给很多投资者 带来非常大的一个鼓舞的 如果在这个位置上 能够一鼓作气 把这个最近的10月28号 这个缺口呢 开始做一个回补的话 那我认为呢 后续呢 一个市场情绪的回升呢 会带来比较大的帮助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市场比较强势的 像这个酒店啊 旅游啊 酿酒啊 这些板块 如果后续呢 能够有一个延续的话 那么市场呢 我觉得收复这个3000点 这个概率呢 还是比较高的 好 我们再来听听杨勇吧 杨勇对后市怎么判断 首先说一下我们的观点吧 我们认为这个今天这根阳线的话 基本上可以确立的是 这个市场的这个双底 基本上可能在中短期已经确立 但是呢 反转的话 我认为这个概率相对是比较的低 首先双底的话 一个是今年4月份的这个2863 一个是最近的这个2885 这两个低点的话 我认为可能会成为阶段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低点 但是呢 现在这个位置呢 不具备这个直接走反转的 这样一个条件 因为我们知道 在前期这个市场的下跌过程当中 压制市场的几个主流的因素 刚刚这个边老师也提到了 一个是美联组加息 那加息这个预期 基本上已经可以说 反映在全球市场的 这样一个价格当中了 但是更为重要的就是 加息完了之后 对12月份 包括明年加息的 这样一个点证图的 这个揭示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是一个未知的 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 美国这个美联储 这个相关的官员 释放的一个信号 是相对偏鸽派的 主要是源于 当前美国这个宏观经济 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增长的压力 特别是在最近一个 公布的美国PMI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 已经是跌破了龙枯线 这是可能会成为 接下来美联储 持续加息的这样一个 隐患者所在 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看到了 这个三级棒 确实在这个上周 我们看到了 这个一些白马股的下跌 对指数构成的 这个冲击和影响 确实是比较大的 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说 一个是三级棒 一个是美联储加息 然后再加上 我们说这个汇率的波动 导致外资流出的压力 在短期都得到了一个缓解 所以理论上来说 我们认为 这个港股 包括我们的A股的 这个权重股 在这一块下跌 可能确实已经经历到了 一个尾声的阶段 所以指数层面的话 我们并不悲观 但是呢 从条件上来看 一方面我们的这个上市公司 企业盈利反转 这个还没有到 第二个的话 就是国内的疫情 对经济的冲击 包括这个我们说 海外的一些 这个世界的一些波动 其实还是存在 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刚才杨勇的这个观点说 短期比如说很多的风险 已经释放了 至于是不是中期的反转 我觉得这个其实咱们也不需要 通过这一根阳线去判定说 到底反转了没有 我觉得现在要判断的 就是现在这些 如果风险都已经释放了 这波的反弹 我们该怎么去看待 这个你怎么看 反弹的话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 更多的它可能是一个 机构资金的一个 回补概率偏大 因为我们看到 领长的品种 其实我们的港股和A股 都还是有联动的 尤其是一些权重 比如说像腾讯 像这个今天的招行 都在10%以上 然后呢 这个A股当中的毛台 也在7%以上 这样一个幅度 所以整体上来说 在这个位置呢 确实有一些机构资金 在加仓 但是呢 我们还需要观察的 就是它的一个持续性 到底是怎么样 今天比如说有 两市有9000多亿的 成交量 那明天是不是能够维持 甚至有更大的 这样一个成交量 我想这是能够决定 我们这个行情持续性 和高度的一个关键点 那如果说 它们持续性有限的话 你是觉得指数 还有调整空间 还是说依然可以 去看反弹呢 我觉得呢 就是男主股的这个下跌 已经到了尾声 所以接下来应该是一个 分化的一个行情 有些可能还需要等一等 那有些可能会慢慢的 会有修复的行情 所以指数上来说 我认为直接上去的概率不大 更多的是一个反弹之后 再波动 再调整 再这个震荡的这个概率 相对偏大一些 好 我们来说一下 今天这个反弹 刚才彪显示 其实也提到了 就是说趋势上 暂时应该是 发生改变了 对吧 就整个这个下跌的趋势 因为释放了很多的风险 不管是美联储的加息 还是说我们三季报的 这个预期 还是说疫情在反复 对于上市公司企业盈利的影响 但是必须我们也要承认 就今天市场的 这根阳线确实也有 情绪面的这种催化 就是有一些消息面的刺激 所以市场选择了 比如说打了一些 权重类的方向 然后出现了反弹 指数呈现出了一个放量上涨 结果看当然是好的 但是你会发现 上涨的这些东西 其实刚好也是 之前被资金抛弃的 你说刚卖完 然后今天重新买 是怎么的 我昨天卖的时候 没有发现出它的价值 然后我今天才意识到 原来它有价值 还是说整个市场的预期 已经发生变化了 我们可能是有一些新的因素 新的利好 新的逻辑 所以我们对这个行情 要乐观起来 宾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 今年的这个市场 比较难判断的地方 是对于经济的波动 比较难 但下跌的逻辑 其实是蛮清晰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八九月份的 这一波下跌 一直到十月份 然后我们来捋一捋 因为基金的三季报 刚刚出完 我们大概做了一些数据分析 其实蛮清晰的 其实在三季度的时候 基金其实是 加的几个行业里面 是有传统行业的 地产其实基金是加的 加在大概是排在第三位 这个可能很多人没有看 大家如果去看 八九月份的地产的走势 其实是蛮强的 相对其他板块 其实比较强的 但国庆以后 地产的下跌 其实是极为惨重的 最近 我们认为这里面 很重要的一段逻辑 就是基金在加完以后减掉了 这个很像在一二季度 一季度的时候 基金也加了地产 然后在二季度 由于四五月份 当时疫情的反复的原因 当时也是反手做空了地产 然后去加了新能源 然后在三季度的时候 我们看到基金是 大量的卖出了消费 大量的卖出 其中最典型的 我看是 茅台 茅台基金是减了很多 但是大家去看 在三季度 八九月份的时候 茅台没有大跌 买方主要是北上 但是在国庆以后 大家看到了 以茅台为首的 北上资金 开始拼命了 我记得有一天 白酒两家公司 就卖掉了四五十个亿 茅台就卖掉了 四十三个亿 对 所以这很典型的 又是一次卖空 我们现在在说的 这个资金的逻辑 它背后的主要原因 我想大家 基本上都能看清 就是一个是对于 消费市场未来的 不振的这种预期 一个是对于季度 业绩的不振的预期 也都有高频数据 在做一些验证 但是到今天这个时点 我说很好的原因是 今天十一月一号 所以之后的验证的数据 基本上没有 就真空了 对 所以我刚才说了 我认为市场 一定能走一段 而且我认为 这一段的时间 大家要做好准备 我们现在先看 十一月底到十二月中 也就至少先有一个半月 如果在这一个半月之中 我们对于经济的数据 验证 包括我们经济的复苏 有了新的变化 那这一波行情 我觉得时间就长了 就要准备跨年了 因为现在这个位置 是可以做底的 我们知道一个市场 做底主要是 有几个方向决定的 第一个是绝对的低估 现在是有了 估值低不一定会上涨 第二个是有盈利 复苏的预期 第三个是有流动性 那现在来看低估已经有了 盈利复苏的预期 现在还没有完全看到 但是这个在走一步 看一步的过程里面 流动性 现在的情况 其实还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内部的流动性 其实是比较充裕的 但是内部的流动性 一直没有直接的反应 在资本市场上 外部最坏的时间段 可能正在临近一个过去 我们知道 十一二月份过完以后 美联储接下来的缩表 虽然还是会有点缩 但是总体来看 市场的流动性 总体还可以 所以我觉得三个原因 现在至少有一个半 已经达成了 所以能不能走的空间很大 我觉得不一定 现在唯一的 大家要判断的 无非就是这一轮 接下来的主流是哪一个 我觉得这个比较难 为什么呢 因为在没有今天 这跟阳线之前 市场很清晰 主要做的两个板块 性创走得比医疗强 原因是什么 因为医疗板块的盘子太大 然后公募现在的仓位不低 我们现在看到的公募是 股票型公募的仓位 大概88点几 混合型的大概是81点几 这个仓位都依然是在中高位 所以这一波 其实主打的是以油资为主 但今天这跟阳线出来以后 我刚才说了 很重要的几个方向 一 北上 北上如果回来 那我觉得接下来上涨的 有可能是这一波 超跌的一些品种 有可能先要修复掉 10月下旬的那一段 因为我刚才给大家看了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银行 一些权重 在最后那一段的杀跌 是极为惨重的 那如果后面资金回补 那我看了一下银行 什么就有接近 四五根中英线 大概有接近15个点 那他们有可能会慢慢慢慢 修复回来以后震荡 然后再展开 然后看到逻辑 今天下午其实 我看涨的东西很多 消费的 旅游的 机械的涨停 很多就大家先回补 回补以后的主逻辑 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刚才说到 可能过去一周两周 比较强的那些板块 可能在这个位置会震荡 不一定会马上 走出超强的走势 因为你性价比来看 软件性创也好 医疗也好 现在的位置其实比较高 现在有了低位的东西 可以上来 如果你是资金 你一定要去追高的东西吗 不一定 他可能先上来 上来以后等到低位 补涨的那些东西 涨个10% 15以后震荡 然后那些东西 再显出强势 但总体我觉得 接下来的一个月 可能是过去三个月 下跌以来的一次 比较好的一次修复行情 确实跌了也是 好几个月的时间了 来听听钟灵一 咱们就结合这个话题 其实前面一段时间 最强的指数 是科创武林指数 对吧 当然其实刚才在给大家报 今天指数的涨幅 就明显 你看上仗武林 今天涨了四个点 科创武林 其实今天只涨了一个点 所以是不是暂时 就是大家应该有把目光 放到这个全中类的指数当中去 它们在修复上有空间吗 你通过什么去判断 科创武林的话 我们看 最近一个月的一个涨幅 相对来说是比较强势的 那么从三级报的公布来看 科创创业这一块 确实它的一个业绩 相对来说比较亮眼 但是从今天反弹的这个板块来看的话 我们发现应该是超跌的这些板块 今天反弹的一个强度是比较强的 那么今天我们看反弹居前的 像白酒消费 酒店餐饮 这些板块 那么其实呢 应该是前期的一个超跌的一个幅度呢 都是比较大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说今天这个反弹的这个逻辑成立的话 我觉得后续呢 可能是在这个权重这一块的 它的反弹空间弹性可能会更大 就是还是要看一下消息面的一个催化 然后看看50这边有没有持续性 是吧 那科创50这边怎么判断呢 现在是一个震荡的格局吗 科创50的话 可以可能是这个 有这个震荡的概率 因为毕竟呢 是当前呢 我们要做估值低的这些板块 因为市场呢 总体来看 这个资金啊 就是愿意进入到这个市场里面 这个情绪 还是需要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催化的 毕竟目前呢 整个市场 包括内部还有外部 不确定性还是会比较高 所以呢 资金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前期看到市场 在接近2863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情绪面是非常低迷的 那么市场一旦涨起来 它的一个回补的力度呢 会比较大 那么近期呢 我们也观察到 这个机构的一个持仓占比呢 是比较低的 那么当前的估值呢 也确实是比较具有吸引力 那么我们看到 像20年 21年这个新发公募的这个资金量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那么2019年 应该是20年是3万亿 那么21年呢 是2万亿 那么到目前为止 这个公募新增的 大概量呢 是在1万亿出头一点 那么这个后续呢 我认为空间呢 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一旦机构如果回补的话 那么可能还是 回补到这些 具有估值性价比的这些行业 所以呢 这些行业呢 未来这个发展空间的 反弹的空间呢 可能会更有弹性 但这个有点远 你得先发 发完了这种才能买 你这个还有点时间啊 来 杨阳阳也说一下吧 就是科创50相对涨幅较小 是暂时我们要去看看 权重类的指数吗 我认为是的 就这个观点可能跟我们 前两期节目是有变化了 我确实这种变化 也是跟随市场的变化而来的 因为这个指数的这个背后 对应的是板块 我们就以科创50指数为例子吧 那么科创的 它整个权重构成 第一大权重是性创 第二个的话是高端装备 然后除此之外 还有像新能源 这个新材料 生物科技等等 那这些方向毫无疑问 就是我们过去几个星期 看到的这个市场的热点和主流 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这个其实来说的话 那些板块呢 整体的估值水平 也有一定的一个修复了 我们认为 任何一段市场的下跌也好 或者是反弹也好 它都是一个轮动式的 在初期的阶段 尤其表现的比较明显 可能前期 这个因为市场整体的成交量 或者是一些 基本面的一些因子的话 可能在一些偏成长偏晒 在消息之际下 他们的反弹更加的剧烈 而且领先程度 比这个蓝筹要更加明显 但是市场来说的话 到现在 我认为是有两个性价比的 一个性价比是 景气度比较好的行业 它是有景气度延续的一个性价比 第二个的话呢 是一些蓝筹白马 它跌出了性价比 那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在经历过10月份的 持续的下跌之后 蓝筹白马股到现在 我们认为也确实是 已经到了一个有性价比的一个区间 所以从中短期来看 我认为 超跌的蓝筹和白马 包括港股 可能它的一个 反弹的一个弹性 比这个中小板和客创 可能要来得更好 这个是不是会很短暂 比如说就 一两个交易是这种 还是说是一两个星期这种的 如果从连贯程度来看的话 这个我认为 倒不一定会很连贯 但是呢 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蓝筹和白马的修复行情 会始终存在 只不过它不是整体的 而是一部分在修复 一部分可能 这个因为基本面 还没有到的那个转折点 可能还需要修整一下 好 因为我刚刚看到一个网友 他问了一个问题 他就说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贵州茅台 明天还能继续大涨吗 就今天贵州茅台 还是涨了八个点吧 对吧 七八个点 然后在前面是一路下跌 大概 这一段跌幅应该也有 二十个点左右了 今天是一下谈了八个点 那明天是不是还会继续这么大涨 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 来和我们实施互动 看看这个位置上的 这种蓝筹白马的修复 会如何进行 然后大家的操作的思路和品种 该如何选择 以后也来听一听几位的观点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有看投家加油时刻 我们请出吴州来听一下 他对于市场的看法 吴州你好 好的 主持人欢迎大家收看 有看投家加油时刻 11月迎来开门红 今天指数全线反弹 个股表现也非常出色 强势反弹的行情中 我们后市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向呢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张PPT 昨天晚上我在节目中 重点和大家提醒 上等指数调整 已经临近前期4月份低点位置附近 创业版也在250搜均线位置附近 出现了不破不落走势 那后市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指数探底回升震荡反弹的表现 我们看到今天上阵指数 如期放量反弹 强势地站上了5月均线 北上之音今天也近买入 超过了60多个亿 那说明外资聪明前 也是已经逐步看好 未来中国市场A股的机会 再来看一下今天市场中的大陆风口 分别是光伏和酿酒板块 我们看到光伏板块 从8月份高点调整至今 最大跌幅超过了22% 那说明在前期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面 短期调整也是已经非常充分了 那近期10月初开始探底回升 虽然10月底大盘调整再创新低 但光伏板块并没有创出 阶段性调整的低点 那说明光伏板块短期走势 是相对比较强势的 那今天又再度放量 站上了5均线 那说明后市是有希望走出一波 震荡反弹的走势 而在此外 机构资金从今年的9月中旬开始 就一直在逆势建仓 今天跟近买入超过了21个亿 那具体今天大资金又布局了哪些个股呢 今天我们为您整理了份名单 详细的梳理了光伏板块中 今天主力资金大举加仓超过5000万 并且形态出现走强信号 后市有万银来加速拉升的品种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安卫码 下载有看头加APP软件 来免费的领取 那再来看一下光伏板块的一个安卫品种 我们看到这个品种呢 同样也是从8月份调整资金 最大跌幅更是超过了33% 那说明前些调整 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 都已经是非常充分了 那今天一阳穿多线 放量占上了5天10天20天和30天均线 同时也是突破了城马峰峰顶 那说明后市也是有机会走出一波震荡上攻的走势 而且此外机构基金近期一直保持的震荡流略走势 今天近买入超过了6个多亿 6天里面近买入约15个亿 那说明大资金非常看好这样的一个前期调整比较充分 并且低位形态走强的品种 那对于这样的品种 那我们后市也是可以保持重点跟着关注的 再来看一下光伏板块的第二个安卫品种 我们看到这个品种呢 同样也是从8月份调整资金 最大跌幅更是超过了45% 那说明前期调整是比较充分和到位了 那今天不仅是放量 占度占上了250天均线 同时也是突破了丑马峰峰顶 那说明后市是有希望走出一波加速拉伸的行情 而且此外机构基金今天近买入超过了1.4个亿 6天里面近买入超过了3个亿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低位形态出现放量突破 并且大致近在加速流路的方向 那我们后市也是可以保持重点关注 再来看一下光伏板块的第三个安卫品种 我们看到这个品种呢 短期也是经历了充分的调整 但中期来看一直是沿着120均线震荡上攻 今天不仅是放量突破了60均线 同时也是迎来了丑马峰的突破 那说明后市是有机会走出一波主商量的行情 而且此外机构基金今天也是近买入超过了1个多亿 那如果您想领取光伏板块中 此类更多后市值的我们重点关注的品种 那么您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奥马的方式 来免费的领取 那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市场中的另外一个风口 量酒板块 我们看到量酒板块从9月底开始是经历了连续的调整 最大跌幅超过了26% 那说明短短一个月里面 这样的一个权重板块整体的调整是比较充分了 那在昨天探底回升之后 今天放量反弹站上了伪均线 那说明短期趋势有望走强 而且此外机构基金今天近买入超过了36个亿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大基金出现抄底流露的方向 那后市是有机会走出一波修复性的反弹行情 好了今天的有看头家教师课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 有喜事就有老凤翔 最近不少股友留言说 被套后是继续补仓还是换支股票 左右为难 别急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让坐替解套法 帮助您轻松解决 其实即使震荡行情 日内也会有大量的上下波动 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区间买卖技巧 不但有机会降低手中股票的风险 还能灵活利用资金 让交易变得更搞笑 今天送给大家的适合当下行情的坐替解套法 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不需要花太多精力 领取后看一下坐替解套法 分享的操作逻辑和热点分析 心里有底气多了 如果您还在追涨杀跌 炒股还毫无头绪 现在就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立即领取 我们用智慧 助力高质量发展 驱动产业成长创新 中国农业银行 以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 老凤翔提醒您收看今日故事 欢迎回来 接着咱们来聊聊操作 先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当中活跃的方向 首先第一个肯定是 之前连续下跌的一些白马股 今天是集体反弹 中国中缅涨停 三一中工涨停 北方稀土涨停 太保有八个点 茅台也有八个点的涨幅 连海天卫业也有七个点 片仔黄六个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赛道类的品种 今天整体就是一些超跌的品种反弹 赛道类的品种 其实之前也有调整 那么今天是像topcom 抑制节 梨矿 光服都有表现 大消费今天是一个全面的爆发 酒店餐饮 旅游 酿酒 食品 饮料 都有所表现 那与之对应的呢 就是前期相对活跃的一些方向 首先医药 医药板块近期比医疗细节强 为什么 就是医药板块它的细分很多 你像有CXO 然后有疫苗 有中药 有仿制药 有创新药 它可以轮 那么今天非常明显的 肯定就是疫苗很强 前天就是中药 那么医疗气线呢 整体就是现在是一个震荡 但是呢 也是一个分化的格局 板块也有接近2%的涨幅 性创 高位震荡 0.64%的涨幅 但是这两天的量 还是维持的不错 工业母鸡 反弹了有2.2% 然后教育培训 相对还是最弱的 半导体1.34%的涨幅 军工0.54%的涨幅 我们先来说说白马股 把庙老师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位置上 就是刚才网友问到的问题 你看今天都涨了这么多 现在要去关注吗 我应该怎么去把握 这里面的机会 当然要关注 但是你不要期望 会连续这样的大涨 我觉得不太可能 今天这个上涨很典型 就是典型的叫 触底以后的 单日大洋驻底 从K线形态来看 和昨天的这个K线形态 其实也是有 孪生的这种 K线形态的样本 但是从这种走势来看 有几点 第一 下午因为港股那边的带动 所以大幅度的这种上涨 下午没有卖 所以今天其实是 成交量的放大 也不算很明显 因为今天的涨幅很大 所以明天一定会有 极端的分化 我更倾向于 先把11月份 当作一次修复 但我比较 我比较 针对的是这个低点 我觉得确立的概念很高 大家理解 就先确立低点 涨的过程 它可能是一个螺旋形的 然后这个轮动的过程 很明显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大家对于空间感不足 这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这些白马跌下来以后 大家知道 估值跌到很低的位置 但它的下跌理由是充分的 只是在这个下跌的过程里面 我认为它的跌幅过大了 大家理解 我觉得它应该跌 但是你不应该跌那么多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你先要修复 但是如果中间 特别是在11月份 如果你看到经济数据 等一些 包括一些高频的数据 发生了逆转 那我认为这些白马的走势 就可能会超预期 这是我们要观察的 所以大家不一定要 大幅度的去追 我相信在未来一周 会有一些震荡的 第二呢 就是我刚才反复强调 我们的港股 因为如果一定要 从性价比来看 港股这一次的性价比 是堪比2008年的 港股大概 我从04年开始关注到现在为止 这么大的跌幅 除了08年就是这一次 所以我坚信 港股在这个位置 是绝对便宜的 但是呢 港股因为很多的原因 综合包括美联储加息 其实对港股的影响更大 因为它是联系汇率制度 所以可能它的 这种外资流出的欲望 会更强 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 就是港股和我们不太一样 港股它的走势 更像很多海外的欧美化 它的走势经常是V型和A型的 所以港股明后天的走势 极为关键 如果港股明后天都能拉出 比较像样的中央线 我说1% 2%以上的 那我认为可能白马股的 上扬的邪率会更多 反之可能就是一个正道 现在的整个白马股的下跌 我们指的主要是什么 金融 地产 基建 建材 其实这四五个东西是打包在一起的 它是一条链上的 就是和固定资产投资和开工数据一起的 但是考虑到我们的盘面的经验 一般来说最后跌的东西 一般在轮上来 如果第一天比较弱的话 它一般会是最后涨 所以大家看一下 今天涨的最弱的 除了前期比较强的以外 是大银行 工农中间 而工农中间是过去四天跌幅最大的 所以我倾向于可能这一波轮动反弹 才最后涨大银行 所以只是经验 如果大家看到大银行涨了 可能要适当的短期 谨慎一些 就是这一波的超跌的白马股的修复就差不多了 就有可能会有阶段性的震荡 好 钟灵音怎么看 觉得这种白马股或者上涨五菱的这些品种 大家有当下有参与的一些方式吗 我们看到就是最近几波的这个行情 其实是在过去的赛道 再加题材 反复的轮动 那么四月份反弹的这一波是以新能源为代表 那这几个月我们看到当中也穿插了医药板块的反弹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是消费为代表的 以白酒为代表的这个消费板块的一个强势的反弹 那消费的话我们看这个三季报的数据 以白酒为代表 其实十几家白酒的上市公司里面 其实它的一个业绩相对来说是非常亮眼的 那么19家上市公司代表里面 17家它的营收是增长的 15家利润是正增长的 那么在当前普遍放低这个三季报的业绩的预期下 那么这个业绩我认为是比较亮眼的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 今天的白酒板块成为了这个市场当中的反弹的一个主力 那么后续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 前期这个白酒板块下跌以茅台为首的 其实市场是迅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下跌的共识 我们也看到最近像这个茅台为代表的这个公司里面 那么业绩最近一周的这个交易日里面 这些板块的一个成交量是迅速的是倍增的 那么这种成交量呢我认为呢也不是个人散户投资者 能够打出来的这样一个交易量 那么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 我认为呢这个消费为代表的这个核心资产 应该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延续性 那么最近的这个反弹 好来听听杨永吧 杨永过我们来分析一下 因为杨永现在有看头加上呢也有课程 现在也是订阅模式 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 在之前的课程当中 其实杨永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市场的 这种观察点 包括它的这种投资框架 还有一些具体的机会 接下来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结合当下的市场行情 好的那么在这个我们这条课程前期的话呢 是特别是前两周 我们主流的跟大家分享的 更多的是这个一些芯片半导体 包括一些信创的这样一些机会 那确实呢有一些这个细分的指方向 在这个市场的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 它表现还是比较的抗跌 甚至有几个公司的话 我们是逆时在创了这个新高的 而在这个最近我们也是把这个方向掉转头 掉到这个白酒方向上来了 因为我们这条课程叫成长为毛 这个价值为盾 我不认为说这个市场的机会只会在一头 另外的就没有机会 确实在最近的下跌过程当中 我们也发现了有的这个 比如说像白酒这种东西 我们认为中长期来说的 它的基本面还是比较确定的 而且跌到现在我们认为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这个今天我们还是去更新了一下 把整个白酒结合了三季报的情况 做了一系列的一个梳理 我们梳理下来的一个结论是什么 我们认为这个版国确实中长期 是到了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区间了 我们举个例子 首先从估值上来看的话 现在五粮业可能到今年年底的估值 只有20倍不到十几倍 然后这个茅台的话也就是20多倍不到30 然后像这个卢主老教 现在只有20倍出头的这样一个水平 大家要知道就是这种上市公司 今年前三季度它的营收增速 基本上都在双位数 而且这个卢主老教的话呢是30%多 而且对应二线白酒 我们现在看下来除了口子教之外 其他的二线白酒基本上 它的营收也在这个10%以上 个别的一些 比如说像金氏源这种这个白酒的话呢 在三季度它的业绩增速能够达到26% 我们认为这种品种的话 它对应十几倍的 20倍的这样一个估值来说的话 中长期一个潜力是非常大的 而且我们要知道 这种行业 它所属的今年这样一个大的环境 尚且能够交出这样一个打卷 我认为是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从未来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价值为盾 那当这些板块 不论是消费板块也好 还是金融地产基建 包括其他的一些传统的行业 当这些板块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跌 跌到了一个明显有价值的这种区域的话 那我想从价值投资的一个角度出发 这些方向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那另外一头的话 像这个前期表现比较好的 信创也好 军工包括我们所说的一些新能源 以及这个芯片和半导体 这些方向是我们跟踪的主流方向 那么在前期我们提到了几家公司 一个是新能源的一个二性电池 在今天涨幅有7%以上 那这种公司的话 也是我们认为 虽然现在看起来 好像它的估值比较高 然后业绩对线不是很明显 但是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的观察 就是得到明年的净年的增速 和营收的增速 可能都是成几倍的这样一个增长 所以这种品种 是我们在整个课程体系当中 持续不断地去给我们的订阅者 去不断挖掘的一些潜在的一些标的 所以整个课程体系相对来说 而是偏均衡的 既有偏价值领域的 也有偏成长 但是成长依然是主流 但是也会根据市场的变化 而去适时地做出一些选择和调整 所以欢迎大家到有看头 加上去订阅杨勇的课程 刚才他也说到了赛道 确实今天赛道也是出现了反弹 那我们就来看看 今天的赛道的一些品种 其实我觉得赛道这个词 一直在我的观点当中 我觉得针对的它就是新能源 因为整个4月份这波反弹 你去看半导体也好 军工也好 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像样的 那种板块的β 就整个都是新能源 然后它在不断地发散 从锂矿然后到整车 然后到新技术 然后到光伏 还有储能等等 那么今天赛道类的品种 是集体大涨 Top count电池 还有抑制节方向的设备 以及锂矿和光伏 那彪老师怎么看待 其实就是新能源这个方向 我觉得内部分化会很严重 我们刚才说了三季报 我们看三季度的基金的持仓 我只是给一些资金方面的 就是基金是卖了很多电池 增了一些光伏的设备 所以我觉得内部分化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风电本来基金是有加仓的 但是从国庆以后的走势来看 风电的三季报有部分龙头是 环比出现回落 所以也是被卖了一波 所以从我的感觉来看 我反正这一次我们是仔细做了三季度的基金的持仓 我的总体感受是基金的调仓极为明显 这好像是近一年多以来基金比较集中式的一次调仓 你指的是对新能源的调仓极为明显 对 新能源本身基金卖的也很厉害 一些龙头的电池的企业 我是看到三季度有部分的明星基金卖的比较明显 如果再叠加到这个10月份的走势 我觉得应该是持续在卖 第二个是基金对部分的白酒的调仓也很明显 而这些品种都是过去一两年基金的压相抵的品种 那么基金的加仓的方向从三季度来看 一个是光伏部分的设备 第二个是基金对部分的计算机其实是有一些加仓的 但是三季度其实我们看到基金加仓的几个方向 我给大家报一下 一个是光伏设备 一个是部分的地产 一个是部分的计算机 这是几个 还有个煤炭 但是如果大家去看10月份的走势 我认为煤炭这个逻辑是被基金又卖掉了 地产这个逻辑也是被卖掉了 光伏设备好像还可以 剩下的就是计算机 那为什么三季度计算机不涨 因为北上卖了很多计算机 所以大家看一下 就是北上是三季度买了消费 卖了计算机 公墓是三季度买了计算机 卖了白酒 两边正好冲一冲 然后国庆一开盘以后是北上开始卖白酒 所以最后你会剩下 只有一个计算机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一波性创起来比较强的原因 我觉得是大家形成了一个统一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的主线 计算机应该还能走 只是他们的节奏 我觉得走到这个位置是要不要歇一些 因为市场在起来的时候 不需要他们打得很凶 我觉得可以保持一些节奏 第二个就是基金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他还会进一步的反弹的过程里面 刚才说到赛道 我觉得他会卖 因为他卖的风电和部分的电池 我觉得这个卖的动作应该会持续一段 因为他们的持仓太高了 既然开始卖了应该会持续 今天的这根阳线 我觉得是所有超跌反弹的第一根大阳线 这根阳线的大小不关键 我还是那句话 明后天极为关键 所以明后天 我觉得你大概能够排出市场的强弱的板块 大家也应该对手中的品种去捋一捋 但我觉得时间上不用太急 这一波反弹 我觉得时间上至少是一周来急的 所以大家应该会有时间去参与 好 我们再来说说短期的操作思路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 你看赚钱效应已经高达90% 一般来讲 就是当这个市场整个赚钱效应 超过80%的时候 其实这种浮涨是很难维系的 除非什么呢 就是增量 今天是9000多亿 明天你继续维持9000多亿 甚至上万亿 只有这样的源源不断的增量 才能够维持住市场的 这种浮涨的赚钱效应 所以当下是不是还要大胆放心的做多 自己的策略怎么去调整 钟灵音是什么操作建议 在操作上的话 我们觉得就是在这样的当前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看上周 其实这个市场的一个波动率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卖掉自己手中的行业 你去追配当前市场最热的这个行业 是很容易 就两边都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误差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当前我们比较认可的是 当前这个市场估值是比较低的 那虽然说这个市场估值比较低 而且市场呢也再次回到 再次到了这个前期2863这个低点附近 那么这个位置附近呢 波动整个行业或者个股的一个波动力呢 也是会非常大的 如果说我们把握不准这个节奏的话 我觉得可以就是审视一下 三季报自己手中持有的这个公司行业 它的一个基本面是否有比较大的恶化 如果没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话 我觉得可以持有这些手中的个股 等待一下 就是用三季报的业绩来去证实或证为 你是否持有你自己的股票 对 好 稍后回来听听另外两位 给大家短期的操作建议 每一段历程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 不跟随 也可风华万象 不怀疑 学会欣赏自己 专注 坚持 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岁月突败风华 经典历久明星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股市众生千姿百态 如何战胜恐惧和贪婪 分时图反映盘中实时量价关系 是现在进行时 扫描二维码 立即领取分时买卖实战精华 教您灵活运用分时图 学会短线获利精髓 实时强弱判断 把握波动规律 你可以现在扫描二维码 领取分时买卖实战精华 何时适合做替交易 如何寻找买卖信号 资金博弈 意图为纳班 揭示黄白线背后隐藏的秘密 运用分时买卖实战精华 助你短线高抛低息 中线坐踢降低成本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 立即领取这套分时买卖实战精华 分类教学案例解析 分时技巧精髓揭秘 精辟透彻 简单好学 扫描二维码 看懂分时图 炒股更轻松 加值一算 今日要高低 海货业 今日一开盘 不要动啊 男生的女生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撑我的 撑我的 脚风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我们用智慧 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 祝您何家美满 送您轻松便捷 伴您财富成长 中国农业银行 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好装修在上海 上海整装作为第七代个性化整装 以集团独有的108项特色工艺 专业的三级五检 17套质量检控体系 为您加装修保驾护航 看装后 厨房变身为时髦范儿的中期双厨 整个餐厨融为一体 空间也大了不少 卫生间实现了干湿分离 上海整装全程把关施工进度 确保施工质量无可挑剔 下定请约公寓庄 集合想老板垫起5000元现金券 能律热水器 美地微波炉 贝肯前置过滤器 摩恩银水机及垃圾粉碎器 顶固电动量一架 孟百合成品 TNT拮据 等十大家居店寝0元够 要装修的业主 赶紧拨打上海整装官方热线 400338338 或扫码预约装修优先开工权吧 好装修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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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 收获是一份仪式的 珍贵却少了些是便利 千禧年 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 高效却更需要费心琢磨 后来收获是掌监的金融图标 信息很多 答案却很少 现在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 是专业赋予的省心与便捷 九方之头 十战牌 股票学习平台 老凤翔提醒您收看今日故事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徐洪斌 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 徐洪斌您好 好的 主持人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呢 走出了一个反弹 实际上呢 反弹呢有望延续 我们看一下题板 首先我们看到啊 上证指数每一次回踩到上行趋势线 都迎来了一波反弹 在今年实际上有两次是碰到这个节点的 而现在又来到这个节点 而且是周线级别的一个支撑 所以我们认为啊 接下去整个市场的反弹结构呢 有望延续 那么既然反弹结构有望延续 那么什么方向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呢 那我认为要顺着三季报当下的市场行情主线 做进一步的挖掘 首先我们统计了一组数据啊 10月份涨幅前30的个股当中 三季报业续增长的有20家占比达到了67% 而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三季报业续增长的个股中 有29家公司今天盘面上是股价涨停的 所以整个三季报呢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最近三季报的一些龙头品种也走出了标杆效应 比如说我们举例啊 像赛藤股份短期的一个涨幅呢超过83% 因为它三季报业续同比增长超过47% 像鼎阳科技也是近期价格涨幅超过了57% 它的一个预期是什么呢 就是三季报业续同比增长超过66% 所以顺着这个思路啊 我们给大家今天深挖出一份三季报业续翻倍龙头股的名单 朋友们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发号码 关注微信公众号领取这份名单 那么名单呢给大家先初选出近期热点题材的龙头品种 同时再优选出三季度业续翻倍增长的 最后呢再精选出股价处于低位 刚刚启动的放在我们的名单里面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发号码 关注微信公众号 领取这份三季报业续翻倍龙头股的名单 那么同时我们看一下啊 三季报的行情它有三大共性 我们看一下三季报的炒作时间 一般都是从每年的10月中旬到12月 行情的持续时间呢一般较长 那么三季报行情增长叠加热点题材的一个加持 短期的一个涨幅空间呢也更为巨大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龙头效应的带动下 低位补涨的个股呢普遍偏多 所以炒作范围呢也更广 那么我们简单浏览一下去年三季报 炒作行情过程当中的一些相应品种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啊 像去年2021年三季报的龙头 像这个雨晶股份啊 随后出过三季报之后 业绩是预增超过两倍 随后走出了一波两倍的一个上涨 像岳阳信长也是啊 在去年出过三季报之后 三季报预增是四倍 那么随后走出了一波两倍的一个上涨 那么去年的一些标杆 哎打出了空间 那今年的一些标杆 实际上已经慢慢走出来了 当然我们不要去追高 找一些低位刚刚启动的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一份 三季报业绩翻倍的龙头股的名单 就尤为重要了 因为里面最重要就给大家 精选出一些股价仍处于低位 刚刚有异动的一些品种 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上发号码 关注微信公众号 领取这一份三季报业绩翻倍龙头股的名单 同样我们看一下名单中的 相应案例结构走势 比如说这个案例一 公司三季报业绩翻倍 机构呢高度看好 多家机构密集调研 近期呢外资也是大幅增持 那么走势结构我们看到啊 持续在低位连续的横盘震荡整理 目前来到了一个低位叙事突破的节点 同时我们看到下方成交量也逐渐的放出 那接下去会不会受到资金青睐 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再看这个案例二 三季报业绩增长超过五倍 大超预期 近一周获得了345家机构的密集调研 近期外资也是频繁的净流入 这个案例前期有一波26%的上攻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市场的调整 它也顺势被带下 现在正好来到了前期的启动节点 目前刚刚走出了一个修复格局 那接下去会不会走出像样的反弹 那么再看这个案例三 同样三季报延续了高增长 同比增长超过182% 社保养老金公募等机构 三季度扎堆加仓 近一周机构也是给出了目标 同时上涨幅度超过50% 那么周线级别刚刚整理 目前来到低位叙事的这个节点 会不会突破呢 当然这些类型的案例 在我今天带来的龙头股的名单里面 会有详细介绍 那么现在就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发码 关注微信公众号 领取这份三季报业绩翻倍龙头股的名单 好的 主持人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明天可以申购的新股 在交易时段呢 明天可以申购的是两只新股 分别是绅士主板的公司 还有创业板的公司 那么观众朋友投票结果呢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去了解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情况 还有仓位的情况 今天仓位的调查呢是比较明显的变化 加仓的比例是高达29% 看来今天这根阳线 让大家的情绪明显发生了变化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情况 今天呢 北向资金呢是重新流入 有61个亿 互股通34.93亿 深股通是26.62亿 净买入居前的是比亚迪5.2亿 五粮业3.6亿 净卖出居前的是东方财富9.5亿 长江电力4.5亿 那么这是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 略有攀升 好 最后来说一下短期的操作思路 我们先来听听杨勇有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短期来说的话 我们认为三千点的这个下方呢 是不悲观的 所以操作上呢还是建议大家 特别是在底部有这种 有标志性的放量的这个大阳线 还是建议大家先把仓位往上可以提提 其实如果要谈到机会的话 我认为这个市场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如果你从短期去计算 昨天和今天的这个价格 确实有点 好像有点这个没有买在最低点 但是如果拉长周期来看的话 现在很多的品种 基本上都处在这种 历史的一个低位 或者低位附近的这样一个位置 所以整体的性价比 我认为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目前有几个关注的一个方向 第一个的话就是 像主板这一块呢 我们认为消费的一些品种 可能还是存在这种反弹的一个空间 如果主板这一块大家觉得不是特别好选股 我觉得倒可以考虑一下ETF的一个形式 比如说今天的话 我们如果把消费 不管是酒店餐饮旅游 还是白酒这几个板块拉掉之后 如果是金融地产 包括基建这些方向 如果你去选个股的话 不一定能够跑赢上证50指数 我认为这个难度是相对偏大的 所以在左侧抄底 我认为用指数的宽级指数的ETF 作为一个左侧抄底的工具 确实是不错的 包括今天我们看到港股这个恒生指数 也是上涨超过5% 如果是港股不知道什么选股 确实选股难度也比较大 那我觉得用恒生科技ETF 或者用恒生的这个ETF作为替代 确实也是我们作为左侧去抄底 去介入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和工具 就是可以去看看ETF 但是仓位你是觉得已经可以提上来了 是吧 好 丁老师什么操作建议 对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增量 刚才我们反复强调是北上 因为从目前来看整个市场的结构 这一波增量有空间的 一个是北上 一个是私募 私募现在的仓位 上周我们看的动态数据是 大概在67 68左右 不同的口径 所以私募这一波是有仓位的 私募的方向其实还蛮关键的 私募因为在9月份卖掉了很多新能源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反弹 我们先不看新能源 无非就是高低两个选择 医疗和性创是在高 但是强 一个就是低位的一些白马 看看接下来的资金 北上如果回归 我认为白马会偏强 如果没有北上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 原来的这个更强一些 那会不会就是北上 或者说活跃的这些 比如医药 性创 这个两个方向去轮动 有可能 那么节奏上 大家适当地把握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大家现在也会觉得说 就是各种东西很多 但是都觉得反弹空间有限 你觉得问题是 就是觉得这比如说性创也好 或者医药 医疗也好 就还有更大的空间吗 我觉得如果底部确认的话 只是时间跨度的问题 所以这一空间也不用过多的取决 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引导中国能源革命 能源变革它不是个量的改变 而是要制造进步 将来太阳能 风能 这个可再生能源 能够担当大任 意见领袖 征元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杜翔婉 优优独播副主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